新年快樂,恭賀新希 各位自家兄弟的觀眾 我們在這裡祝大家牛年事事順利 除了可以深上事成之外 也希望大家身體百病不侵,壯健如牛 而我們的門點也會在初七正式啟示 如果想直播看樓,又或者面對面向我們查詢的話 初七、八之後都可以上來找我們 希望大家都能夠過一個豐足的牛年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那就不會錯過你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阿湯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項目就是位於中山,現時最旺 最多人追捧的區域,就是南朗這邊 早前我們就介紹過錦秀海灣城這個項目 其實如果對比起2020年大概2、3、4月時候的價錢 其實錦秀海灣城已經是在中山來說逆市加價了 而今次我們要介紹這個項目,它就更加具有自信 它現時不單是貴過之前,而且對比起錦秀海灣城是要更加貴的 之所以這麼具有信心,因為這個樓盤相對是比較靠近南朗站 以及這個徐坑站 而目前,它可以叫到18,000、8、9的單價 主要就是因為在它北面的馬鞍島 也都是屬於南朗的板塊 賣到去3萬元,基本上也都可以在同一邊搶爆 而項目往南面走,去到珠海北站那邊 現時也是珠海北這一帶 最受到追捧的區域就是北維 目前來說的單價都是2萬多元,去到接近3萬元左右 部份的盤也是你想買都買不到的 而另一個很焦點的話題就是這一塊地 本身是由兩個發展商一起去拿的 最初也都想著是合資去發展 但在黑談的當中也都發現有些分歧等等 結果將這一大塊地就割成兩個盤去發展 但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兩個盤的盤名 都有對方發展商的名字 現時我們去看的這個就是寶梨碧桂園的領袖海 而如果是碧桂園主導的項目就在另外旁邊的位置 盤名就叫做碧桂園寶梨天啟 雖則它的價錢是一直有調升的 不過也是越來越受到顧客的追捧 特別是很多深圳人關注這個區域 去到目前基本上已經剩下大單位 可以說是買一套少一套 到底這個項目裡面的質素等等有行不行呢 現在我們交給Panda 帶我們進去看看吧 Hello 大家好 今天也是我的Panda 今天帶大家來到位於中山南郎鎮這一邊 今天大家看這個項目 它就是這個寶梨碧桂園的領袖海 它這塊地就是碧桂園和寶梨一起拿的 但是它這塊地上面是建造寶梨和寶梨兩個樓盤 它們兩個是分開管理的 今天大家看這個就是寶梨的樓盤 進去看看 那麼國家是重點規劃這個新區的話 分六個板塊 我主要會用兩個板塊和你們說 第一個是馬鞍島上面的 叫做先進製造區 它是承接回深圳前海 一些人樓和一些科技公司在上面的 未來它是以一個高新區來發展的 對標有一陣前海 OK 是 那為什麼我們這個樓盤會承接回這一邊呢 因為這個馬鞍島居住用地 據統計只有7% 上面都有我們自己寶梨的樓盤 但是 應該你也有了解過 上一陣子就大概在一個月前 三分鐘 千多套全部搶光 是 好誇張 是啊 那上面的話 你也說了 主要是製造區 那肯定 它居住來說的話 是沒那麼舒服的 是 所以的話 我們這邊的話 都有考慮到 你會見到 不單止我們寶梨 還有碧桂園 還有海灣城 雅居樂 都會在這一片 去拿一個地園做樓盤 為什麼呢 因為 深圳已經是密度很大 你過來這裡 一個小的島 肯定你要容量那麼多人 沒有可能 不現實的 所以這邊的話 主要是以居住區和旅遊區為主 我們附近的話 有孫中山故居 啊 是 在我們這邊出去的話 三公里左右就到了 那說回來 既然這麼多人 那交通方面有些什麼呢 首先是深中通道先 不用說了 這個 非常之熱門的畫題 全長24公里 想向八斜 那我們離去的距離呢 都提提 我們的話到馬安島上面 即是上橋位 嗯 直線距離9公里 9公里 9公里 那我們現在過去的話 肯定是 沒有辦法直接過去的 嗯 因為這一條 都沒有環高速 在整整 第一期的話 已經是見到中山的弘步鎮 那二期的話 才會見到這裡 那預計的話 都會從深中通道去同步開放 那大概的時間是 二三年的年底到二四年 就會直接開通了 那基本上 其實就是我們這邊 走這條路過去 不到十分鐘就可以到馬安島 那經過深中通道的話 它設定是100km 時速 是啊 沒錯 那我們過去的話 深圳基本上 就可以做到 二十四分鐘 二十五分鐘以內 半個小時就到達 半個小時就到深圳 對 那你想想 其實我們有優勢 上面馬安島 不用說很貴 三萬元起售 那我們這邊 一萬八萬九 那對於這邊來說 其實就是十分鐘的路程 是 差了一萬多元一個方 所以來說 這裏是有格格的優勢 還有 這裏住得比較舒服 那周邊 除了這條橋之外 還有 港珠澳大橋 嗯哼 雖然我們是有些距離的 但未來的話 這裏見一條融海大道 直接下去的話 大概二十多分鐘左右 都好快喔 但這條路現在還未開始見 還在說 未來會進 那除了這些路之外 兩個輕軌 哪幾個站 南蘭站 翠坑站 這個是現有的還是建設中 兩個都是現有的 現有的 但是翠坑站呢 可能要下個月才去開通 喔 現在是通過車的 試運營 但是沒有班次 給我們在這裏上車 暫時 喔 OK 正式開通的話 可能要等到下個月 OK 但已經掛了牌 已經建好了 而且圍繞著這個站 會有TOD 除了輕軌站之外 高速的話 是由三條快線 四條高速的 首先是廣國高速 中江和中開 接著就是豬三角環線 通過結合這些高速路來講的話 我們去到周邊城市 比如說廣州 佛山 還有這邊的話 江門這些的話 基本上一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以來 近的話 就可以到 OK OK 那最後一個亮點的話 就是我們是半步珠海的 因為南浪鎮 脆坑來講 是中珠交界 剛才說了 你問了個問題 你說這裏去珠海北站多久 6分鐘 6分鐘 就是走這條路 我們門口小區的 嗯 可以說就是前面紅紅燈那裏 轉左 就是轉過彎就到 轉左 就是轉過彎到 OK 這個就是一個梗 真的就轉過彎就到 所以說 對比一下這裏的房價 那這邊目前 我知道最便宜的 2萬6 對 要啊 而且其他的話 高價是3萬元 對 所以我們這邊 1萬8到19 所以無論是自住或者投資都非常有潛力 對 如果新溫通道開通了 還有這條路 同一部開通之後 預計它會升至2萬8 OK 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 好 看看這裏後面的話 可能心中通道見好之後 就會開始動工你的心珠 這條就是第三條條 OK 現在你們都可以查到的 上網可以看到 這裏的橋 是已經有文件 確定會見 嗯 最快都要等這條去見好 預計來說 未來的5到10年 OK 好 基本上是這樣 OK OK 我們現在的位置就是在這裏 這裏是我們小學中心 那這邊是正門口 那我們整個小區的話 方向是上北下南左西右東 那就是說 27棟樓屋一棟全部都是潮南的 那這邊呢 15、16、17棟的話 就是政府的人才房 我們是不賣的 嗯 那我們一共再賣24棟樓 那一共的話 整個小區是3300戶 嗯 佔地面積都是160戶的 OK 嗯 那我們這邊的話 這個 進來的這一套 全部就是 所有小區的商戶街 OK 還有本身我們自帶的 保利中英雙魚的幼兒園 那整個小區的設計呢 講一講 這邊進去一條軸 四個軸心的 就好像古代一種 北京那種叫做官島設計來的 那這邊的話 剛才應該是沒有走到那邊 因為在維護中 嗯 這裡的話是兒童遊樂區的0到6歲的 OK 那這邊的話 是6到12歲的 那不同的小朋友下 他思維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小區都會 對 有考慮到這一點 嗯 那包括現在我們保利樓盤 全部小區呢 設計是全靈延絕都適合的 那這邊的話呢 是一個長者的休息區 OK 它是全部無階梯設計 嗯 因為老人家可能會跌倒 腿腳不是那麼方便 對 沒錯 那這邊的話是下層的草坪 剛才我們進去 拍的時候已經拍到 是一片很開闊的草地 嗯 那作用呢 可能是我們平時啊 可以下班啊 比如說你晚上吃完飯 你逛街的時候 會繼續養眼 那客人走自己小區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呢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小區有一條 環形的夜光跑道 那剛才進去呢 就是紅色的這一條 哦 那叫塑膠跑道 但是呢 它還沒弄好的 到時候弄好完之後呢 是會夜光的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條線 到時候晚上非常漂亮的 那可能呢 有些業主會比較喜歡養貓養狗 嗯 我們都有考慮到這裡 你們可以看看 是有一個寵物樂園的這個牌 我先找一下 應該是在這個位置 啊 看到了 寵物樂園 OK 因為它遮住了 OKOK 所以的話都會照顧到 喜歡養寵物的一些業主 嗯 好 那我們現在再收的是哪一些 我們現在再收的話 就是最後兩棟的樓黃 24棟和25棟 那證據著我們剛才說了 0102的單位 98方 3房 2廳2位 嗯 純潮南 那03 04的話呢 就是南不對樓的 嗯 大戶型138方 4房 OK 標準4房不是3加1 OK 那停車位的話呢 人車回樓 全部是負一層 嗯 車位比呢 1.25 1比1.125 OK OK 還有什麼了解的呢 那 物業公司是哪間怎樣收費 我們自己保理的物業來的 嗯 2.8一個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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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那因為呢 我想問一下就是 這個油園的話 它是公立還是私立的 是私立的 私立的 嗯 OK 那如果我們香港朋友上來這邊 就是購買我們這個項目的話 你可不可以做直貸或者按揭嗎 現在的話是OK的 都是可以做是嗎 嗯 那合作銀行在哪裡 合作銀行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這邊 就是大陸的銀行 是 沒錯 OK OK 好了 了解過了 無形和區位之後 我們現在呢 跟著現場銷售入去圓林裡面 去看看示範單位 那在這裡也說聲 其實我相信呢 大家剛才都會好奇 就是說 既然兩個發展商 合作拿了地 然後呢 又拆火去興建自己的項目 那特別之處主要就在於呢 在自己的盤裡面 也都有對方發展商的名字 那到底由碧桂園開發的 這個碧桂園保利天啟 這個項目的價錢 是比這個領袖海要便宜一些 還是更加貴呢 在這裡我去告訴大家 首先呢 這個天啟的項目呢 已經是賣光了 兼且呢 他在壽興之前的價錢呢 其實更貴 我們這個 保利碧桂園的領袖海 就是說呢 大部分的買家呢 似乎呢 都相當追捧和認同 這一邊的 南郎 南邊這一邊的軟價值 我現在在賣的是 這兩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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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買的是這兩棟 泳池在這一邊 然後又遠在那裡 由於它目前的進度 已經可以稱得上為准燃樓 所以你看到它原林的部分 基本上都已經做好了 而按發展商的統一公告呢 就是3月底可以正式收樓 所以說它准燃樓呢 是絕對沒有說錯 在這裡呢 亦都想再講一個話題呢 早兩天呢 我就出了一條 珠海的海灣影片 而當中呢 我是有提及 就是關於呢 用深圳最便宜的價錢 去買珠海這一邊的海灣豪宅 到底值不值 而換轉這個邏輯來看呢 現時如果中山南郎這一邊 部分的價錢呢 其實也是等於呢 珠海價買中山樓這樣去看 到底這些萬八九 以至到馬鞍島那邊 三萬元的單價 是不是值呢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 基本上都還是有人追捧 就是深圳啊 珠海人呢 會過來中山這一邊 買這個價錢的樓呢 其實他們都會看好某些前景 不過呢 作為我們香港人 其實你不是一個非買必可 非投資必可的一個狀態的話呢 我會覺得如果你真的認為 價錢略高了市場 一大折的 其實是可以停一停 想一想的 即是說呢 沒有必要一定高追某個區域的 你自己覺得這個價錢 仍然是值的 你就去買吧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些便宜的東西 其實在市場上還是找到的 如果你要我們很確實 給一個意見的話呢 我們就會覺得 馬鞍島的三萬元呢 暫時都不要占手了 先看好一點點吧 而中山南郎這一邊 南部的位置現時 部分去到 萬六七 萬七八 萬八九這些價錢呢 我們就覺得 不是說沒得想的 不過如果對比起萬八九 我們會認為 可能萬六七那邊 會比較吸引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問 中山南郎南部這一邊 是不是一個省呢 我們又覺得不是一個省來的 因為對比起 幾分鐘車程的北圍那邊 那邊真的賣兩萬多元 接近三萬元的價錢 而過到這邊 始終是兩萬內的價錢 雖然一邊是中山一邊是珠海 但是你說對比之下 在這樣的距離 其實這個定價 仍然是還有一些吸引力的 不過都是那句 你真的覺得貴的 就不要考慮這一邊 整個中山珠海這麼大 又不是說沒什麼選擇 我們都經常有推介 珠海這邊有特價貨的流盤給大家 很多都是說一萬頭 去到兩萬內的價錢左右 先來看一款138平方位 四房兩位間隔的大位 現在看到這個門 這個是膠標 這個也是膠標 這個是做武裝 這個是膠標 包括這張椅子也是膠標 很重手 這個扶手也是膠標 它方便你們用鞋 或者是 方便老人家 這個客廳開加有多少 四米五 四米五開加 這個有多少 這裡 層樓應該是兩米九左右 兩米九 天花吊頂有 有 紅燈有 戴燈沒有 空調沒有 是 是 地磚 現在看到地磚 一模一樣的 陽台是六米六長的 六米六大陽台 連接一間房的 可以嗎 是 送一半 送一半 OK 這個陽台 視野不錯 如果是高油層的話 這個位置 東邊位可以看到海 可以看到海 OK 這個餐廳 也挺大 現在放了一張八人台 其實放了原台座 八六到十塊都OK的問題 我覺得 是 完全沒有壓力 是 OK的 廚房 哇 這麼多水 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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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做到一支營的 現在看到這些都是膠標 除了當食物之外 三件套 雙錢寫手盆 都是膠標 這裡是預留了一個單看門的一個大位置 一個冰箱大位置 小一點的雙看門都可以帶到的 我們做過實驗 那外面這裡 它是有預留到一個洗衣機和熱水器位 但是這塊東西是蒙的 這塊東西是蒙的 那首先 這個石頭 是 這個公共洗手間的話 就一樣 除了裝飾物之外 其他都是膠標 這個門的話 就會保留給我們 你看這個 密實圖 就不會有水 會滋出來 好像雪櫃那種開佛 對 很多角 這就是蓮峰的陽台 這就是蓮峰的陽台 這個我們 跟它定位是長者 長者 真的被老人家睡 因為他們可能會 更加多想去呼吸一下空氣 方便出去陽台 就不用繞個圈 或者走得比較遠 空間都比較實用 就是這個 還有走廊的話 就有一個位置可以放走廊櫃 這個是預留了位置 是 櫃就要自己去修製 沒錯 都挺新的 OK 都有 都有四五十個樣 四五十個樣 你看這間書房 這間書房 都是有新風系統的 現在都是 這些全部擺設 全部都是沒有 就是白牆、木地板、木地板 然後天花 就只有 是的 沒錯 其他都沒有 然後是飄槍、偉泉震素 嗯 OK 看看這間 這間應該都是一樣 對什麼都沒有 這間都是新風系統 飄槍、偉泉震素、木地板 其實空間都可以 整個這麼一個組合櫃 因為現在的話 就 所有的新樓 全部 它 設計好 藥物 只要帶精裝的 全部都是延裝 這個 這個房間 這個是衣帽間 你可以看看 很深的 OK的空間 還有裡面的兩個門 可以打開看看 是 我覺得女生應該比較喜歡這個位置 是 我第一次見一個 這樣設計的一個煙霧監櫃 嗯 空間來說都挺OK的 比那些 直接是一個大的通頂櫃 要用什麼 如果是我 我就肯定不會這麼組 是嗎 就是不要現在這樣組 是 就是可能那些大通頂櫃 我會使用一些 我家裡現在沒有錢的設計 是 我這裡是 一個隔絕 其實 它沒有那麼高 它上面有兩個小 就是被人換衣服 你如果打開這個門 現在會就著就著 或者在這邊也會換 哦 又是 反正這個位置就是空 我自己去想想 怎樣 對呀 自己發揮想像 這個廁所 可以給到剛才的移動房 這個大小是 這間 這間 洗手間很大 其實如果它這裡造了雙齒 就完美了 我覺得 這個台這麼大 對呀 我覺得它有點浪費 對呀 有點浪費 如果它造了雙齒的話 應該不錯 我自己會插了它 做到剛才 哈哈哈 OK的 其實完全可以碰到 這個櫃是膠標 這個櫃是膠標 霜門 霜開門的四層鏡櫃膠標 這個 那馬桶在旁邊 它也有帶到一個插座 然後這些扶手 它也是膠標 嗯 那浪浴間裡面 這裡呢 都是有個扶手 對呀 這些現在都是膠標 都是帶到一個窗的 是 那現在這個 這個烏型的流層選擇多不多 嗯 挺多的 那樓下的細積90多個呢 一樓頂樓 就是90多個就得天地樓 是 天地樓 OK 聽完詳盡的介紹 我們現在再用第一身的視角 去看一次這套138平方位 四房兩位的大跡示範單位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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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